因為接下來這件我覺得 更不錯 它很透 它很透 而且因為經常陳老闆說 如果說你看到觀音啦 菩薩啦 要看祂的面相雕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貌似還挺不賴的 所以這件 我想也應該是深具信心 只不過這不太像是你的東西 說實在的 確實 那這個觀音的這個 應該是翡翠啦 那它是有一點點小小的故事 那主持人剛剛也講嘛 我就一開始是在 馬來西亞出道的 對 那很多的台灣歌手跟紫辰 都到馬來西亞去 是 那一般來講年輕的歌手 喜歡買的不外乎就是包包啦 它是比較外在的東西 是 那我也是建議他 有錢還是買一點鑽石啦 比較保值 那像翡翠 翡翠啦 或者是這些 運配類的東西 我覺得還滿有 收藏的一個價值 那我們就到了馬來西亞的 當地的朋友開的這個翡翠店 他就選了這一塊 是 那這兩年的疫情 非常非常嚴重 完全是沒有收入的 對 那他就覺得說 可我比較不會亂花錢 我喜歡買這些東西 對 他就說既然我有在收藏這個 那就是可不可以就是 當他的顧問是不是 不是 接一點錢 讓他度過疫情的難關 真的喔 朋友有通才之妙 我通才之一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 幫助朋友度過難關 是樂觀啟程 等於是一起到馬來西亞 打拚的台灣的歌手 對不對 然後一起在異鄉 你就會覺得 碰到一點困擾 我覺得 我手邊有這個能力 我倒是願意幫忙一下 難怪我想說這不像 你的東西 所以這應該是個女歌手吧 這個就不好說啦 一直很想套消息這樣子 但是你借了多少錢給他 他當初跟我借了三十 三十五萬 對 不過我滿希望他趕快還給我 因為我也在疫情當中 是最大的受害者 那陸陸續續他有還錢嗎 還是他就是三十萬 然後丟了這個 就放著一直 因為疫情嘛 所以根本完全翻身 有收入 有演唱的活動 幾乎是不太有 對 你看像打型的群聚的活動 都不能參加了 對 唯一的可能就是用在 比如說在電視上 或者在收音機裡面 聽音樂 是 我覺得你在這個處事方面 還是要多學習一下 我又擔心起來了 要多學習 感覺到這一個物件 好像會有不好的價值 沒有 原因是這樣 當然你幫朋友 是一件好事情 是 當然朋友有難 我們這個拔刀相助 是對的 是 但是這個不是有難 這是買奢侈品 對不對 買奢侈品你拔刀相助 我覺得有點過了 金額有點高 是 如果 真的 如果朋友 真的是在金錢方面 比如說繳不起房租 或者是說這個吃飯有問題 當然你這個必須要去幫他 如果買奢侈品 買房子 買股票投資 我覺得你就旁觀就好了 是 那這個 這個三十五萬 到底可以配還多少 我們來評估一下 對不對 來看看 三十五 價值 這個是白底青的這個 觀音 觀音 它雕刻得滿漂亮的 這個面容 很慈祥 慈祥 然後整體比例都很高 我覺得戴起來 一定很有福氣 又有一點信心回來了 那是五萬的價值呢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筆錢不小耶 來 請 請見價 十五萬元 還有二十萬的差距 你跟他幫分級不管 它有一個缺點 是因為它有挖底的 這個關係可以看一下 它是挖底 挖底的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很厚 看起來很厚喔 它是把它挖空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挖呢 就是說其實它這一塊 石頭的原石 它沒有那麼厚 它必須要這樣處理 所以這樣看起來好像 可是我覺得 它就是很莊嚴 我們常常講說 佛像是無價的 那又基於朋友的這個 力量 可是我覺得新台幣 也很莊嚴 真的喔 這就有點現實了 廖老師 不經一事不長一事耶 這個佛像是有價的 有價喔 你知道張大謙喔 他成名之前到這個 雲... 墨哥窟 墨高窟啦 去那邊住了好多年 就在靈摩這個牆上的 這些菩薩的畫像 是 所以這一個菩薩呢 它一定要 我們要做觀音像的話 它一定要有很多的 格局跟限制 像那個祕宗裡面的 這些唐卡 唐卡在畫佛像 它有它的標準在 不是隨便畫的 那我這邊簡單畫一個 佛像在這裡 但是我要 告訴各位的就是 很多人來找我說 那我那個觀音 要把它帶在胸前 那要怎麼帶呢 對 第一個 它必須要加幅座 在蓮花上面 對不對 觀音聖像的話 一定要坐在蓮花上面 那就差好多 所以我們這邊 可以用鑽石 來做一個蓮花 開展出來的 不是含包的 是 它開展出來的 一個蓮花座 第二個 就是什麼呢 它必須要有閃蓋 上面要有閃蓋 閃蓋上面要有火焰 就是放光 放光的意思 所以這個閃蓋上來的話 你從側面看 它還必須是這個樣子的 就蓋過你的臉 是 這個閃蓋要蓋過你的臉 是 所以我們在做很多的 墜子的一個設計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這些的一個配置 最簡單的配置 就是要有蓮花 要有閃蓋 然後這個閃蓋要往前 那最好是有這個火焰狀 是 放光 放光對不對 放光 你看我們的節目 不只瞭解到珠寶的這些 基本常識 你連設計上都可以讓我們 學到好多東西喔 一定要的 其實真的很多 很多眉眉嘎嘎嘎 那你像剛剛來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這一隻龍 我們講那個地理環境 來講的話叫 水道龍道 水子龍子 那這一隻龍你看 它那個嘴巴 有開口 但是不含豬 那龍要行水 所以我會建議你 這一隻龍呢 從這個嘴巴開口的地方 我們拉K金線出來 可以相鑽 最後面這邊有 豬子狀 或者是鑽石狀 在這個地方 龍土豬 龍行水 對你的財運很好 這個太需要了 對 就是這兩年 如果萬一碰到一些低潮的話 有時候做一些改變 也許在心理上 還有對自己的磁場上有幫助 對 給我們的這個磁場有幫助 更增加我們自己的自信心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好不好 不然這筆三十五萬 什麼時候可以拿回來 我倒是希望 他趕快把它拿回去 真的 把現金還給我 不然現在手上只有十五萬 這太害怕 太害怕 沒關係 下一屆 我覺得是好東西 為什麼呢 豬夠大夠圓 皮也會放光之外 這旁邊的鑽 看起來也不得了耶 這是好東西 來 怎麼來的 這個剪 我讓盡頭幫忙講 這個珍珠就是有很大的一個故事 小時候是從爺爺奶奶帶大的 那這個是奶奶故事之前 留給我的 那因為我是長孫又是長子 所以奶奶都特別寵愛我 而且又是酋長夫人想想看 酋長夫人的 是不是 留給你 對 他希望我結婚的時候 可以交給 他要交給孫媳婦 對 傳承 他希望有一個傳承 那金額 我們常常有時候讀物詩人 那金額價錢 我覺得那是次要 我覺得是維繫 看到這顆珍珠項鏈 以孫情的一個傳承 對 延續 就希望趴的這個精神 跟祂對我的溫暖 都一直遠遠流長這樣 金曜蛋 尤其是長輩留下來的 對 而且這裡面除了帶有祝福以外 還有期許 就是趕緊成婚 對不對 結婚 順便把這個送給未來的太太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很好的傳承 那我在這邊要特別 跟大家分析一下 關於珍珠 珍珠分兩種 一種叫做天然珍珠 天然珍珠當然就非常貴 就是說它是純天然野生的 另外就是養殖珍珠 養殖珍珠又分兩種 一種是海水養殖的 一種是淡水養殖的 好有分啊 有分 所以這不大一樣 那我們在看到的珍珠來講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應該都是養殖的珍珠 那海水的珍珠 會比淡水的珍珠更漂亮 那是因為海水的這個天然養分 比較高 比較高 但是珍珠我們要怎麼看呢 我們要看四項東西 首先第一當然就是顏色 珍珠有白色的 有粉色的 有金色的 有黑色的 也有帶一點紫色的 所以這個是珍珠的顏色 第二個珍珠的特徵是 第二就是它的形狀 當然最好的當然是圓的 圓一些 對 可是有一些是半珠 就是說它沒有成形 或者是說它沒那麼圓 帶一點橢圓啦 或者什麼的 那這個就可能就 受歡迎度就比較差一點 是 另外就看光澤 珍珠要有光澤喔 也就是說大概 你如果參加什麼婚宴 你帶著珍珠 應該很遠 人家就可以看到你帶珍珠 就有一道光在上面 要有光澤 有的珍珠光澤不夠 那你的珍珠 你看擺在這邊 感覺就很亮 有耶 就有光澤對不對 第四個就要看瑕疵 因為珍珠是天然的東西 這多少都會有一點瑕疵 那你這顆珍珠呢 我覺得啦 還可以 那能夠值多少錢 要鑑定才知道 對不對 來 我們來見個假 請 請見假 八萬元 不錯耶 這顆珍珠很大 十元元元 很大 很大的珍珠 你的奶奶是不是 是 你的奶奶她應該就是 應該講就是 酋長夫人對不對 對啊 然後酋長夫人 然後她準備這個 給她的孫媳婦 沒錯 你這個有福氣了 是啊 要趕快找到 女主人好不好 幫這個女主人 替她找到主人啊 本來快了 後來她那個十二年的感情 因為很多因素啦 對 自己 緣分沒到 自己也不好 所以就分手了 沒關係 還會有更好的主心 沒關係 沒事的 但是我相信奶奶是好東西 過去家 因為家裡面的環境 也還不錯嘛 對不對 是 因為以前我們小時候 家裡是在做 耍酒了 你看 耍酒了 殺死的 對啊 所以東西是對的 就是 殺死業的 殺死業那樣 真的是大買賣 對啊 所以我說奶奶東西 一定是好東西 今天奶奶東西 就一件是不是 目前是這一件 下次再帶其他 OK 如果奶奶有留給妳的話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